好,来,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风湾第13课 OK,风湾的第13课呢,它的那个整课有两大部分 OK,然后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Pedrogress Theorem OK,然后在Pedrogress Theorem这一边呢 我们就整课都是在讲着直角三角形 然后通常老师会用ABC 我自己本身喜欢就是90度对面的,我们叫它是long的 OK,或者是你给它是长的 然后这个是short的,这个是banded OK,Pedrogress Theorem讲什么东西呢 他讲长的square会是等于另外两条的square加起来 另外两条短的square加起来 所以我要找长的呢,就一间屋子两个人住 找长的,然后加起来,两个短的加起来 然后如果我现在要找短的话,我就要找short的话 把banded帮过去 所以我就变成short的square等于长的square 拣banded的square,所以我要找short的话呢 我就square root,然后它是长的square 拣banded的square,所以一间屋子两个人住 找长的,另外两条短的加起来 找短的,长的square,拣短的square 然后这一个长的呢,它有名字的 它名字叫做hypotenous OK,然后hypotenous,对吗? H,Y,hypotenous,OK,hypotenous,OK R,correct,triangle,hypotenous 如果没有,我应该没有记错 它那个名称叫做hypotenous 这边它没有写到,OK,算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名字应该是叫hypotenous的 对,hypotenuse 我多了一个h,OK,hypotenous OK,hypotenous hypotenous,OK,马来文是hypotenous 阿嘎,那名字 然后它讲要找hypotenous的话 你只要找长的哪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你记得就是90度对面的那条 就是它的hypotenous 也就是最长的那一条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看 这一个是90度对面那条 所以hypotenous是平 所以我的p²会是等于 那个q²加r² 这样,tum²等于另外两条的q²加起来 这一个 所以我的hypotenous是我的pr 所以我pr²会是等于pq²加qr²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个 它 这一个90度对面呢是长的 所以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呢 它是这样的 就x²等于7²加24² 7749 然后576 然后625 OK 所以这些号码我都有背上来的 所以我要找的时候就很简单 square root of 625 然后等于25 所以我在form 1 chapter 4的时候 chapter 3的时候 square square root q cube root的那一刻的时候 我就有让你们背嘛 149 16 25 36 49 什么 64 81 100 121 1441 什么 13 169 196 然后225 然后256 289 到17 然后还有245 76 25 625 这些 我让你们背是为了第13颗这一边 所以我在那个square的那个部分 我就已经在这一边打着这一个的 做着这个的准备了 然后刚刚这一个是最原始的做法 OK 然后事实上我们有更快的方法了 更快的方法是我要找长了嘛 长了就等于另外两条短的square加起来 然后我就有9square加12square 然后你完全不用想 你在你的计算机这一边 你看square root of 9square加12square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拿到答案是15了 所以它非常的方便 直接等于15 这个答案就直接出来了 OK 所以同样的我这一题我要找我长的 x就等于square root of 7square加24square 然后计算机按一下它会变成25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就有square root of 7square加24square 等于直接给你25 OK 你看它直接给你25 非常方便 OK 如果你的计算机是属于570MS的 这样你记得你的square root了之后要放挂弧 没有放挂弧你就会错了 然后这一边我现在要找的是短的 OK 我最用最原始的我从头到尾我只要抓着最原始的来走 就是说xsquare是3square等于xsquare加5square 所以我的那个xsquare就会是等于13square-5square 然后它变成169-25 然后拿到144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144 然后它拿到是12 OK 所以 可是如果我要用那种比较快的方法的话 就是我有x是短的 短的用长的square来减另外一个短的square 然后我在我的计算机这一边 我就可以13square-5square 所以我这边有square root of 13square-5square 然后拿到的就会是等于12 它直接出答案出来 知道 OK 所以它答案直接出来 知道 好 然后在这一边它要的是对的 是这一边 OK 所以它要你找它这一个东西 所以你就用那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你给它是x 所以你x是属于长的 长的你就直接用短的square加起来 square root 36 square 36其实是6来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6先 所以它是6square加8square 然后它变成10 OK 好 你一定会很奇怪 为什么我可以一眼看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我根本不用用计算机 OK 然后 是我心算快吗 不是的不是我心算快的 有原因吗 等你整个做完的时候呢 我再告诉你那个原因是怎样 然后这个49是7 72425 这个是y y是属于短的 所以短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 那一个 长的square 剪短的 短的 用长的 所以这一边 它就有 square root 25 sq 我再 减7square 然后拿到 是24 OK so 我拿到 是24 所以它答案会是等于24 OK 好 然后 接着 在这一边 这个x 是属于长的 收藏长的 另外两条加起来 9square 加12square 然后它变成15 所以答案是V OK 然后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样 square root 9square 加12 square 然后它拿到 是15 OK 所以我拿到 答案是15 就是这样 好来我们继续这一边 OK 这一种应用题 它有两个 直角三角形在一起 然后你要记得 我要用百多quare steorem的时候呢 一定最少要有 那一个 两个information 我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你看 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 pqr我拿出来 所以我在这边 我有pqr 它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6 这个是10 这个我给它名字 放y 所以y 所以y 所以y是属于短的 你就90度 对面 画一个箭头 对面那个就是长的 剩下的就是短的 短的 它就会变成 10square-6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pq OK 我拿到这个是pq之后呢 这一个 这样 这一边 又是另外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我这边有qrs 然后这边是90度 这个是8 这个是15 这个是x 这个是x 它是属于长的 所以我就有 square root of 8 square加15 然后它拿到的是 87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square root of 10 square 然后 然后 减6 square 我拿到的是8 OK 所以这个 我拿到的是8 然后 接着呢 我再来用 那个 8 square加15 所以在这一边 我有 quare 8 square加15 OK 我拿到的是 17 我拿到的是 17 所以8 15 好 所以在下面这一边 它有两两发是xy 然后 在同一个时间离开 然后 它去 North OK so 我们有 这个 Naughty Elephant Street Water OK 然后 如果你要马来文的话呢 就是这样 U 打 Sugar Bubbie OK 好 我先生教我了 OK 所以 X它向North 走12 所以它向上走12 所以我的X 向上走12 然后 East 6 然后 East 6 所以它就在这一边 向East 走6 OK 所以这个是6 然后 Y呢 是另外一个 Y的话呢 它是 向上走12 10 OK 它先向下面走10 然后 过后呢 再向West 走7 OK West 走7 这边的走7 OK What is the distance amount between them after travel 所以你看它 一开始的时候 它们是 在一起的 然后 后来Y的来到这一边 这个是10 然后 这个是7 然后 它要找它们之间的距离 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其实是在这一边 OK 然后 我就把它 想象成 它们之间的 这一个距离是一个 直角 三角形 这样 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好 这个直角三角形呢 这一边是6加7 13 然后 这边10加12 22 所以我要找它距离的话呢 这个我是D Distan D 所以我要找长的 另外两条短的 Square加起來 所以这个是13 Square加22 Square OK 好 然后 我在计算机这边 按一下 就是说 我就有 Square of 13 Square 加22 Square OK 然后我拿到的是 Square 653 然后 你把它变成 首数点 25.55 所以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就会是等于 25.55 OK 它的单位是什么 它的单位是Mouse OK OK 不懂什么国家的单位 OK 总之不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我们都是用KM的 12 12 North South East West 6加73 OK 好 应该是这样 然后 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 52 13 这一个是12 12 So x 是短的 找短的 我用长的Square 来减短的Square 所以我就会变成12 在这一边 我就有 这个Square of 13 Square 减5的Square 然后拿到的是 12 所以我的答案是 12 然后 下面这一边 Atlant 他 Standing 200cm Away from 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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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距离它是200cm,200cm其实是2米,所以这边是2米 然后这个高度是4.8米,我画到有点不对了,它应该这个缩小一点,这个放大一点,不过不用纠结 然后它说5的,然后这个棋来到最后的时候,它是在这边 5的distance in the middle between the at length and the top of the vector 所以我要的是这个distance 我的distance是属于长的,所以我就拿短的2条加起来 然后我就在计算机这边按一下,ok 所以它就会变成2square加4.8的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5.2,所以我拿到的是5.2 ok,5.2 所以它的这个答案呢,就会是5.2米 哦,2,然后就1,然后2.4,50,23 哦,原来是这样,ok 好,so我们这边做了两题应用题 好,这两题应用题呢,我再详细的再讲一讲 首先它现在有,我看那个,我们先看这个 这一个at length standing at the pole的这一题 ok,我们将来想一下,ok 就有一支钉 首先呢,在这一边它有一个平地 我们这边有一片平地 ok 然后在这个平地里面呢,它就有at length 然后站在200米,away from the back pole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边有一个那个棋的 然后在这个棋这一边呢,它就这样 哦,这个是棋,升上来 然后这个棋呢,是4.8米 然后at length呢,在距离这一边2米 所以at length其实是在这一边 然后它们之间是距离2米 ok 然后它现在要的是at length的脚啦 其实应该是between at length foot ok,它的脚跟top of the flat pole 所以叫的其实是在这一个地方 它要的其实是这一个距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会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也就是下面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4.82 这样 ok,4.82 这个应该是这样 所以是这样 这样才对 ok 好 所以它这个是4.8分2 这一边 ok 那名字我再改一下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 这个是flen 这一边是2米 这个是at distance 这个是4.8 ok 4.8米 好,接着呢 在这一边我们有两两bass X跟Y 它在同一个地方 离开 ok 所以你想像一下它一开始在这边 两个都在这边交界 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两两车都是在这边 这边是它的那个start的地方 然后X呢 它就向North North就是向上 向上走12 然后再向East走6 向East走6 所以它在这一边 这个是X最后的地点 Y呢 向下走10 然后再向左边走7 10 7 所以这一边是它刚开始的点 向上走12 向10 横走6 向下走10 向横走7 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的X最后是在这一边 X最后是在这一边 你的Y最后是在这一边 你的Y最后是在这一边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说我的这个X跟Y之间呢 它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边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就是X跟Y之间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边呢 你的这个是6 然后这边也是6 这个是7 7 然后这一边是12 12 这一边是10 10 所以我这整个的高度是12加10 这一个是7加6 所以7加6是3 12加10 22 所以这边是22 13 然后我就可以用By the Bridge Stealer 这样来做它了 OK 好 好 在这一边 它就有Diagonal of a Poster Bembenjuru of a Lactangular Poster Diagonal就是Bembenjuru Bembenjuru就是Diagonal 所以有学生会问 什么是Diagonal? Diagonal就是Bembenjuru Bembenjuru Bembenjuru就是Diagonal? Bembenjuru就是Diagonal? 好 来 就是对角线 OK Diagonal? Bembenjuru就是对角线 OK 所以我们的Diagonal Bembenjuru Bembenjuru 它的中文名叫做对角线 对角线 对面的角连接起来的线 叫做对角线 OK Bembenjuru Diagonal 就是对角线 然后它告诉你 它的对角线 它的这个是50度 然后它是一个直角 它说The length of the poster is twice its width OK 所以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 我看到有点不对了 应该是要这样 应该是这样 OK 所以 其实也没有差啦 一样啦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说它的Length 是它的 WIFT的两倍 所以这个是X 然后这个是2X OK 短的 我们都会让它是X 然后它说Length呢 是它的两倍 所以它这个就是2X 这个是X 这个2X 或者是这边是X 这边是2X 这两个都是同样的东西啦 只是这个倒下来 变成这个这样啦 OK好 然后它叫你Find the dimension Dimension就是你的 那个Length乘域 就是它的Dimension 然后它要你写成 2 decimal place 两个小数位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90度对面 是长的 你就心里想 这一边我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 这个是X 这个是2X 这边是90度 这边50 因为 那个长方形四边都是90度嘛 所以长的Square 所以 可以是等于另外两条短的Square加起来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X 2X 整个2X 2X 等于50的Square 我用长的Square OK 就是说长的Square 等于short的Square加Banded的Square加起来 90度对面那条是长的 另外两条是short的跟Banded的 所以short的Square就X的Square Banded的Square是整个2X的Square OK 很多学生会在这边犯错 OK 它应该是整个2X的Square 它只有2的Square而已 整个2X的Square跟2的Square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会变成4X OK 因为我的这个2X的Square呢 它会是等于2X乘以2X 然后我的2乘2它会变成4 所以它变成4X 等于50的Square 50的Square呢 它会变成5525 然后2500 所以我5个XSquare等于2500 所以我的XSquare呢 会是等于500 然后 所以我的X呢 会是Square root of 500 OK 然后 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个 它是50的Square 是这一个 再除5 是这一个 然后Square root answer 然后Square root answer 会变成这一个 是Square root 5 或者是我 我在这一边 我直接 等一下 我直接来这个 Square root 500 然后它变成22.36 OK 所以 这一个 呃 是22.36 就是说 我的 宽 是 22.36 OK 就这一个 22.36 22.36 然后 然后 我的Lang呢 就是 两倍 好宽 2 22.36 所以 我刚刚的 这个 要乘2 所以这一边 这个东西 我2 乘 然后 拿到的是 这个 44.72 OK 2 decimal place 所以它会变成 44 OK 44.72 OK 它的单位是 Cm OK 单位是 Cm Cm OK 然后 所以它的 dimension呢 是 呃 44.72 Cm OK 42 Cm 乘 22.36 Cm 这样 好 在这一边呢 我的答案写成 22.36 和 44.72 然后 呃 这一个呢 我为什么放 呃 点3 6 跟点7 因为题目这一边 它就有讲 correct to two decimal place 就是你进位 进到两位小数 然后 过后呢 除了这一个东西之外 如果啦 题目没有告诉你的时候呢 给我 我也是会这样写 为什么呢 我会把它写成 4 significant figure 1234 四个 1234 有四个号码 这个叫做4 significant figure 然后 这个significant figure呢 其实是 从3 chapter1的时候 我们才有学到 就是说 我们有 号码的 OK 2347 这样的东西呢 它的significant figure呢 是4个 然后 呃 像它有 2 点3 45 这个6 它 5个 总之它有多少个号码 都是有significant figure significant figure呢 比较麻烦的是0 0有时有算 有时没有算 像我有200的时候 OK 小数点前的0的时候 这个没有算 这两个0是没有算 这两个0是不算 就是说 小数点前面的0 这些不算 同样的 我这一边有 0.000000 很多个02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significant figure 就是说 这一个小数点 到有号码为止的 这些0 不算 然后 可是呢 我在这一边 我有那个 203的时候 它是三个significant figure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 中间的0 OK 中间的 0 in the middle 我们算 OK 所以在这一边 203的这个 我算 然后 过后呢 我们再来 还有什么东西 就是说 我有 0.01012 这一个 三个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都算 因为这个0被gap 这算 可是前面的0不算 然后 如果我有 那个 什么 呃 那个 那个 什么 304 00000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算前面的这个 或者是我在前面这边 还有一个1340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前面的四个 我又算 然后后面的这一个 我就不算了 然后比较特别的呢 就是0.01 然后 2 0 0 0 这一个是四个significant 这个比较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 我的这个 小数点后面的这一边的0 如果你不要算它的话 你不写出来 你写出来你不要算它 所以这一个是要算的 OK 可是在小数点前到有号码前的这些点不算 所以这样 OK 所以 如果题目没有告诉你要写 多少个decimal page 或者是多少个significant figure的时候 我们正常都是写 4 significant figure 这样 OK 所以像这个 如果拿4significant figure的话呢 我的这个就是22.36 4significant figure 44.72 这样 OK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个0.012 跟上面的0.001200呢 它的两个的value是一样 可是这一个呢 它是2significant figure OK 两个 然后这个是4significant figure 它的value一样 可是它的significant figure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 0到有号码为止的 这一边 这两个 两个 然后它后面这两个0写出来的话 我就要算它 我没有写出来 我就不用算它 OK 好 来 在这一边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一笔 它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它就 两个 然后它还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BCD 然后它叫你找AB的那个长度 so 在这一边呢 首先我们有这一个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边13是属于长的 所以我的EF呢 就是我的短的 所以我的EF是属于短的 它就会变成13的square 减5的square 然后它变成12 OK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它就有square root of 13的square 减掉5的square 然后它就变成12 所以51213这样 然后过后呢 在这一边呢 我要调了这个BCD 这一边 BCD你把它想象成是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你把BCD想象成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B 这个是C 这个是D 这个是90度 这边是4 这边是3 你把这个BCD 你调过来一点 变成这个 变成这样 所以BC是4 CD是3 然后BD是这一边 所以我现在要找出BD的长度 所以BD是属于长的 所以我要找长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BD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3 square加4 square 然后它变成5 找长的用来加 找短的用来减 OK 所以我拿到它是5 为什么是5呢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它就变成square root of 3 square 然后再来加4 square 然后它变成5 这样 5 好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有345 52是3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这一段 我刚刚已经找到这一段 BD是5了 所以我刚刚找到这个BD是5 然后我刚刚也找到就是我的 EX这一段 是12了 所以这一段是12 所以题目要的是AB 这12上面也是12 所以AB非常简单 AB就直接用12来减5 就是AB的 所以我的AB会是等于12-5 然后我拿到的是7 OK 7加512 12-5 然后它就是7cm AB是7cm 好 来我们进入这一刻的第二个环节 也就是converse of Bhidogra's theorem OK 嗯 等下 我还是分开另外一个影片 OK